外送人的車才剛停妥 準備打開手機接單 沒想到後頭出現一名黑男 手拿鐵棍怒氣沖沖 一開口就對外送人罵個沒完 甚至還嗆出三重名號 要對方小心一點 直接掐住外送人肩膀 從大街上推打到人行道 一旁的婦人頻頻驅逐 卻反被推開 黑男就這樣動口又動手 鬧了十多分鐘 直到警方到場 他才安靜下來 但外送人怎麼也想不透 到底為什麼自己會成為 被攻擊的目標 我認住了 因為我會傻了 我不認識他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說 先生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就是把我壓制這樣 然後手機還有把我搶走 會這麼害怕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自己每天幾乎都會到桃園歸山 這附近等餐送餐 而這名嗆嗆男 就在附近的餐廳工作 其他業者說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對外送人找查 我沒有還手也沒有還口 就是說我們經過的時候 會罵他薯辣之類的 那我們根本就莫名其妙 我們送餐都來不及了 這一站拉扯 害外送人手部挫傷 還一度被限制行動 事後向警方提告恐嚇傷害等罪 沒想到對方也犯告傷害 對此他母親回應 兒子知識比較衝動 但為什麼要拿鐵棍再結賞閑謊 還對人嗆聲 這部分不願多談 但說到底這樣的行為 已經造成附近民眾口慌 誰敢保證 下一次自己不會成為被針對的那一個人 TVBS新聞黃鐵國簡直請喜歡 台灣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